十二團優秀劇團 十四位新秀横跨歌仔客家金劇玉劇等劇種 各自拿出看家本領並場拼戲 2023成功新秀舞台 由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戲劇學系劉美芳教授 擔任策展人廣邀各類傑出劇團與徵選團隊攜手演出 呈現不同劇種劇目的多樣風貌 展現傳統戲曲繽紛多彩的魅力 我們成功新秀舞台就是為青年演員 創造一個同台競技的一個平台 我們希望給的就是觀眾們能夠看到最精彩的演出 可能同場的演出裡面行當會不一樣 劇種會不一樣 表演文舞會不一樣 那過去的歷來其實都是策展人主動去邀演新秀 但是有很多團隊就覺得蠻遺憾的沒有機會參與 所以我們去年開始第一次嘗試 用邀演跟爭劍雙軌來進行 那果然就調出了從來沒有來過的團隊 跟新秀們他們表現得都很精彩 所以我們今年覺得這個概念既然還不錯 我們就繼續執行 因為我們的演出是希望說不同的戲曲的觀眾 都能夠去看到其他劇種的長處 而不說可能我滿是唐團的死中鐵粉 但是我今天來也許看到了金劇 也許看到了藝劇 看到了客家戲 我發現其他劇種也有它精彩迷人的地方 那同樣的我們金劇的觀眾看到我們唐團演出的這麼精彩 下次看到唐團賣票我也就進來了 我們希望能夠擴大觀眾的影響力 辦理這個成功新秀舞台最重要的重點 其實傳藝中心有一連串的培育我們傳統戲曲人才的計畫 譬如說我們從習一生 青年露團的輔導 還有外台戲功底的這個承辦 等等到最後這個成功新秀的舞台 其實都是希望培育年輕的新學人一起進來 將來為我們的傳統戲曲界有更多的接班人的機會 那今年又比較特別 我們原來青年這個露團這個輔導的團員 本來是在訓練的階段 那也納入在今年的表演的新秀裡面 希望他們更能夠藉這個機會 以演代訓能夠發揮 邁入第七屆的成功新秀舞台 累積多年演出能量 共有近百位新秀演員站上舞台 今年更首度將傳藝中心青年團員 入團輔導計畫成員納入新秀 整合各項人才培育計畫 藉由資深藝師傳承戲曲功底 淬煉戲曲接班人 為台灣傳統戲曲注入新生命 比如說像祝團的青年團員 還有習一生的培訓 那當然到年底的時候 還有成功新秀的表演的舞台 其實因為有這一連串的培育計畫 讓我們每個劇團不同劇種 可是每個劇團大家都可以很用心的 在各自的劇團來培育我們的新生代 那所以在近年來我們就發現各個劇種 我們看到很開心的看到很多年輕人的加入 而且也讓觀眾朋友可以看到更多的心血 來投入各個不同的劇種參與演出 我們發現觀眾的年齡層有降低 對 我覺得這是好事 就是不只我們在培育新秀 青年人的這一塊上面 我覺得培養觀眾也很重要 因為有好的觀眾我們培育這些新人 這些新秀他們才會有日後有觀眾群走進劇場來支持他們 所以我想這個是我們劇團本身現在很努力在做的一件事情 培育新演員 優秀的演員 而且也希望可以培養更多看戲的觀眾 其實歌仔戲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是我們的行蕩比較模糊 沒有分得這麼的細緻 對 所以老師給我們年輕人很多機會 像我前陣子就才剛飾演一個老蛋 就是算超零演出 對 然後偶爾呢在劇團的大戲也會飾演一些花旦 就可愛的角色 然後像這一次呢 就是飾演的是一個很兇猛的女武將 對 鍾吳燕 那我覺得在這樣的磨練的就是狀況底下呢 我相信將來就在跨領域或是遇到各個不同角色 困難的時候我們自己可以獨當一面的出來解決這樣 那因為我不是本科生 所以對於一些他們之前在學校 可能唸了十幾年的功 對我來講 可能就要花更多的時間去練習 那練習的過程中 雖然有時候會遭受很大挫折 掉淚 其實他都沒有講 其實都偷偷的哭 但是老師就會一直鼓勵我們說 當一個演員最重要的是 你要學會 你要享受舞台 而不是一直去在意你會 在台上會失誤 不要去想說你練了那麼久 為什麼在台上可能會失誤 他叫我不要去想這些 就是要我 你只要對得起你自己 你有花時間 花心力去練習 那到了台上就是盡情展現 然後享受舞台 期待這次的活動呢 我們可以吸引到更多不同觀眾群走進劇場 當然也希望是客載戲 客家戲 金劇 玉劇 各個不同的劇種的觀眾 可以因為一張票有多種的欣賞的不同劇種 他可以因為這次來看戲 他願意在跨劇種的欣賞 他願意走進劇場來做一位好觀眾 2023成功新秀舞台 從10月19日起至11月5日 在台灣戲曲中心小表演廳演出 今年更加入文化幣專屬優惠 凡是使用文化幣購票 就能享有八折優惠 希望能突破同溫層 將傳統藝術之美 介紹給更多不同樣貌的觀眾族群 號召年輕觀眾一起進場 青年挺青年 記者臨席會議台北報導 湮祖蛋 現在在族群群的拉玉 中...